作为国际知名的喀斯特地貌研究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儒 把一生都献给了地质事业 2019年 卢耀儒决定向自己就职的同济大学 捐赠多年的积蓄 360万元人民币 用于支持推动生态环境 与地质工程相关学科的发展 今年93岁的卢耀儒居住在福建厦门 他向中心社记者回忆起 当年捐赠的那笔善款时 仍然感慨万千 地质事业几乎是卢耀儒人生的全部 捐赠给这个事业 在他看来是一件特别自然的事情 卢耀儒强调 捐赠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当年如果不是人们对他的帮助 他恐怕很难读上大学 1950年1月 卢耀儒高中毕业后 惊人介绍加入了南台学联 但继续求学的念头却没有消去 有一次 他遇到后来成为数学家的同学陈景润 他告诉卢耀儒准备报考大学 看着伙伴们为求学而努力的样子 卢耀儒下定决心放弃刚入职的工作 重新尝试高考 并被清华大学录取 考上清华后 卢耀儒却付不起去北京的路费 1950年9月28日 南台学联中的两名同事 黄明和曾丽黎突然造访卢耀儒家 他们告诉卢耀儒 单位同事们决定将9月底 刚发的津贴都拿出来 凑了29.5元 给卢耀儒当路费 大家都钱都拿出来了 给你做路费 你就马上联系上北京清华上学 当时说这句话 他们说说我心里很感动 当时几乎要掉内 因为已经在九万的时候 同事们又送全案 29.5元彻底改写了卢耀儒的命运 他拿到路费后 前后花了八天时间抵达北京 到清华大学的时候 他身上只剩下最后的几毛钱 这笔路费成为了卢耀儒日后 做慈善的初心 以这三百六十万元为启动基金 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设立了一个卢耀儒生态环境 与地质工程激励基金 谈起基金未来的规划 卢耀儒表示 他希望能设立一个助学金 帮助有困难的孩子 大学毕业后 卢耀儒长期从事 盐融地质的科研和工程实践 多年来奔走在地质工作的一线 并建立了盐融发育 与工程环境效应系统理论 由于卢耀儒在喀斯特研究上的突出贡献 他被国内外学者誉称喀斯特卢 我自己还自我安慰斯特 所以有一些钱进入回报社会 是应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